Magic Box 找亮点 英文我们要怎么说呢 我们就会说主菜 with 配菜 像是这个 duck with rice and green beans 就是鸭肉 白饭呢 和这个青豆 那 pork chop with a side salad 就是猪排配这个配菜沙拉 那通常呢 就是会一起送上来 或者是甚至呢 在同一个盘子上面去呈现 就会这样子说啦 好 广义来说呢 with 就是有跟什么一起的意思 最简单呢 就像是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I am with my friend I am with my friend 或者是说 诶 我总是把这件裙子跟这件上衣搭在一起 那我就可以说 I always wear this skirt with this top I always wear this skirt with this top with with 还有另一个常见的意思 是在讲某人事物的特征 例如说呢 这个我朋友在派对上看到一个女生 哇 她好喜欢哦 她就跟我说 I really like the girl with short hair I really like the girl with short hair 她颇喜欢那个短头发的女生这样子 那事物也可以这样子形容哦 例如啊 你在书店里 你想要拿那本这个蓝色封皮的书 诶 但是太高了你拿不到 你就可以请店员帮忙呢 这时候呢 就可以跟他说 Could you hand me the book with blue cover? 你可以帮我拿那本蓝色封皮的书吗? 今天呢 你就学到了with的两种常见意思啦 那现在我就要考考你咯 我想要牛排 左薯条 英文该怎么说呢? 别走开 答案即将揭晓哦 The answer is I'd like steak with french fries 你答对了吗?